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次的视频课程 那么我们这一次视频课程呢 希望告诉大家如何去又好又快的制作播客封面 那么在之前的视频内容当中呢 我们跟大家去介绍过我们如何去制作播客 但我们其实知道一个播客在被听众发现的最开始 最吸引观众的是它的标题和它的题图 那么这两个呢 其实影响了我们的听众是否会点进我们的播客 来去查看我们的播客内容 那么到具体的去制作播客的这样的一个题图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比较迷茫 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绝大多数人其实是不需要去做图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又好又快的工序 来去制作一个播客题图 很显然Photoshop可能并不足以去胜任的工作 毕竟它是一个专业的设计软件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使用起来都比较复杂 而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两个比较简单的软件 或者说网站 那么这两个服务呢可以帮助大家又好又快的去设计 你的播客方面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正式内容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两个网站呢 一个叫Canva可画 一个叫创客贴 那这两个网站其实是我自己使用频率非常高的网站 那我不仅仅是做播客的封面 甚至我去写一些公众号 我做一些电子书的时候 我都会使用这两个网站来去帮助我快速完成一些简单的设计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两个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基础的设计 那比如说我们先来演示Canva可画 那在Canva可画当中你可以点击创建设计 然后这里呢我们作为播客封面 我们需要自定义大小 播客封面的大小呢应该是大于3000像素 就是它的宽高都应该是在3000像素到5000像素之间 那这里呢比如说我们选择3000像素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新建一个设计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画布 有这样一个画布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去放置一些素材 来去让我们的这个封面看得很更好看一些 那比如说我们的 嗯这个叫 比如说我们叫播客入门好了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给它设定一个背景 在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很多 比如说它有一些自带的一些背景 在使用这些背景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是它有的背景是付费的背景 那付费的这些背景呢 你在使用时就要注意 你是否购买了它的YP 因为我已经购买了YP 所以我是可以免费使用它的付费背景 如果你没有购买它的YP 那你就需要去使用它的免费背景 以避免给自己后续在版权上挖坑 OK 那比如说我们想入门 那我们可以搜索 比如说教育 对吧 我们搜看能不能找到教育 OK找不到 那比如说黑色 那我们可以拿到一些黑色的背景 然后我们或许搜个education OK education也没有 那我们想一下 那我们找个灰色的吧 我们找一个灰色背景 对吧 好 那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背景还不错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现在就有了一个背景 或者说我们觉得这个吧 那这个可能更加具有重点 那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大的背景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去放置我们这些文字 那文字同样 它还提供了很多的组合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欢来去选择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 我们把这个点我查看 把它进行放大 好吧 把放在为这个位置修改它的文字 播客入门 播客入门 好 那我现在有这个文字了 那我们还可以放一些其他点缀 比如说我把这个live复制一下 对吧 那我在这里也可以加一个 podcast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这个封面就会有一些元素出来 那这个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基础封面 当然我还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点击了一下我这个图片 然后我就可以在上面去做像什么抠图啊 滤镜 比如说我调一些滤镜 让它这个背景 它这个颜色啊什么就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就能让我的整个封面 其实有一些看起来不太一样的感觉 那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调为背景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字再放大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字其实就可以啊 很好的更清楚一些 那当然我要把我这个podcast要做一些调整 那但是在使用的时候 我觉得哎 我觉得这个背景不太好 那我就可以再点一下别的 就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切换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得到一个 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book封面 那如果你做完以后 你就点击下载 下载的时候这里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选择PNG啊或者GPG都可以 一般来说我们其中就是这两种 然后呢这里面有个尺寸 尺寸正常的话我们都选的是一倍 就是我们刚才输了是三千像素 这里就是三千素 然后点击下载 它就会生成你的封面 然后稍等片刻你就可以下载下来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OK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它已经下载完成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OK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我们就生成了这样的一个 啊 播客的封面图 那你现在你就可以把它设置为 你播客的封面图 然后上传到各种平台上面去 对吧 看起来呃 虽然说可能并不具那么具有设计感 但我相信它可能比一些啊 我们直接打KPS 我们去设计可能还是要更好一点 那这个是看法可化 那类似的是创客贴 创客贴其实使用起来 和那个也没有太大区别 比如我们自定一尺寸 我们设定宽高都是三千对吧 然后点击创建设计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同样可以选择去素材啊 背景等等 比如说我们在素材里 比如说我们说教育 我们可以拿到一些 这样的一些小的元素 那我们先选背景 背景的话 它就是这样的有一些背景 你可以在底面去选上面有些分类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去选择分类 比如说这次我们选择一个中国风的分类 然后选择中国风分类以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文字 在中国风的分类下 我觉得文字呢 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往 古风古运去靠拢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选择文字 这里可以选择字体 字体里呢 它有一些是免费商用的字体 你就可以选择这些免费商用的字体 那如果你已经购买了 它的会员授权 反正你就可以像我一样选一些付费授权那些文字 比如说这里选择博客 入门对吧 那我可以把这个放大一点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右上角的位置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和谐 然后我们这样呢 我们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基础了 那当然你还可以再给它放一些元素 比如说你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毛笔对吧 我们看看有没有毛笔的素材 OK还有毛笔素材 那我们就可以把毛笔素材放在里面 对吧 当然这个其实比如说我们应该是叫耳机 对吧 我们应该放一个耳机 对吧 这才符合我们 听播客这样的一个case 当然可能我选的这个场景不是很好 对吧 放在这里感觉有点怪怪的 那我们同样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设计出一个 看起来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封面 那有了这个封面 我们就可以把它设置为我们自己的播客的主要封面 对吧 大家就可以去给自己的播客 下载出来这样的一个封面的标题 有这样一个封面照片 那大家就可以作为自己播客的封面 从而呢 用这个播客封面 给你的听众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好了 那这一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 或者是通过任何 在任何一个视频下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看的内容 那我都会把它加到我的选题清单里 然后会在后续呢 给大家陆续制作成视频 好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